今天我们来聊聊 李宁最新发售的闪击十一 正好我手头还有一双闪击十 顺带呢也来对比一下这两双鞋 虽然说两双鞋啊 它所针对的人群都是一样的 都是那种前掌需要极致贴地 那种小快铃的后卫 但是很明显呢 闪击十一它做得要更极致一些 鞋面呢用的就是这种常规的 纱线织物的鞋面 然后它这次的这个鞋带框 是沿着脚背的这个部位去做的 是有点倾斜的 这样呢它的包裹性会来得更好 鞋设定部呢也会有产品的名称 后跟这个材料 我觉得它的这个锁定感啊 没有闪击十的那个猫舌布来得好 这个还是偏滑的 东底呢刚才我也说到了 全掌的Light Phone Plus框架 前两道做的非常之薄 非常的贴地 然后也会配合一个前叉的TPU 然后在这套框架之内啊 后跟会给你加了一块boost 但是 后跟会给你加一块泵材料 但是这个泵啊做的也比较薄 有红比没有墙 然后中间这块它不是镂空 它只是做了一个这样的效果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泵鞋链了 整体做的也是挺薄的 不过这是外局啊 它升级到了全掌的GCU 先前前给你们来看一下这个闪击十的上角啊 就它整体啊 它不论是斜型啊 还是脚感啊 都可以看出来 它还是比较团队的 就它不像十一代啊 做的那么激进 前掌虽然薄啊 但是你还是能踩出泵的那个脚感 然后这个闪击十一啊 大家看这个外形啊就很夸张啊 它倒有点那个空磁的感觉 整体鞋炫啊 它是中 没有我想象中的窄 我原来预计啊 像这种鞋啊 它前掌会比较窄一些 但实际上它上脚之后啊 前掌没有那么窄 然后鞋面在弯折的时候啊 也不会有这种卡脚的现象 整个中底呢 你能感受到前掌这个泵材料啊 和Light Phone Plus啊 微微的那种回弹 前掌真的做的很贴地很贴地 而且大家看它前掌这边有方侧翻 然后包括这里啊 还会有这个TPU 所以说前掌呢 也异常的稳定 当然因为外侧有些加固 内侧呢相对会薄弱一些 所以说它的这个力线啊 还是会偏内一些 当然这个真的就是很细微的感觉了 反正相对于10代来说啊 11代更适合那种 小快灵的那种速度型后卫 就你前掌喜欢特别贴地的那种 反正我个人不是太喜欢 也不太适配这类型的球鞋 另外提个它这个泵鞋垫啊 刚穿进去的时候会卡袜子 但是不会那么卡 你稍微进去蹭两下 就舒服了 到现在这个状态 它的这个泵鞋垫 包括它鞋面的包裹 可以把你的脚啊 牢牢地锁在这个鞋子之内 然后目前来说才发射啊 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可以参考一下闪击石的价格 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